华仔再也没有父亲了 11月23日 天王刘德华亲自发布消息 表示父亲刘理已经在三天前去世 并且自己目前还在处理其身后事情 根据网上的信息 有称刘理今年已经89岁 也有人称刘理是97岁 但不论是哪个年龄 这可以说是喜丧了 并且他膝下的六个孩子 各个生活不错 想来此时也是无憾了 而具体的去世原因 华仔并没有透露 但这也并不让人好奇 毕竟人一上了年纪 各种大病小病都出现 死亡是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 刘德华的父亲刘理 曾经只是一名普通的消防员 因为要养活包括刘德华在内的六个孩子 刘理和妻子两人往往起早贪黑忙到晚 却仍是顾不上一家的温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刘理省吃俭用几年 有了一定的积蓄以后 开了家小吃杂货店补贴家用 小吃店肯定确实更赚钱 但是也更累 那时 还是小学生的刘德华 不仅要负责每天黑板上更新的菜品 还要日复一日地刷食客们用完的碗盘 一天要刷上百只 但不管怎样 小吃店的收入 总归是让家里人的生活好了起来 小学毕业之后 刘德华升入了香港一所 名为可立中学的民间学校读书 过惯了苦日子的刘德华 经常利用暑假的时间 经常打工赚钱 不过 这个时期的刘德华 就已经展现出了自己对于演戏的兴趣了 他不仅会积极参加校内学校剧社的表演 还会认真跟随老师杜国威 学习戏剧方面的专业知识 并且在包括编剧在内的各种母后岗位上 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这都为他日后闯荡演艺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80年 19岁的刘德华 顺利考入了香港无线电视台第17议员训练班 自此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以演员身份出道的刘德华 凭借电影采云曲 开始在大荧幕上露面 他优越的外形条件 清秀的气质很快就吸引了不少的粉丝 1993年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举办个人演唱会了 刘德华大红大子之后 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人 他的父母都被他照顾得很好 刘李在生前十分喜欢吃叉烧 后来在其生日的时候 刘德华更是花费了20万元 买下了华东烧腊送给他 并且还拿钱给父母 姐弟们买房买车 最关键的是 他买下豪宅后 还将父母接到家里与自己同住 只为了更方便照顾父母 而平常自己不在的时候 他也会在父母的身边 安排保镖司机等人 来照顾父母的出行 刘德华也多次告诉粉丝们 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而且在访谈中刘德华也提到 不管多么成功的人 在父母与家人面前 永远都是普通人 在每一次父母生日的时候 刘德华不管多忙 都会亲自为他们过生日 而根据网上的信息所称 两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同框是两年前 当时刘德华似乎是在父亲讲解一些东西 在要拍照片的时候 刘德华亲自为父亲整理衣服 而当两人同框的时候 粉丝们也纷纷评论 华仔和父亲长得很像 在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以后 华仔也放慢了自己的工作节奏 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他们 11月20日 父亲彻底离开了刘德华 但幸好 他没有缺失父亲的晚年生活 在刘里去世的噩耗传出之后 刘德华的粉丝们也很伤心 因为刘里经常会出现在 刘德华与粉丝的见面会上 据见过他的华仔粉丝回忆 刘里和大家相处是十分和蔼词想 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因为他离世 而悲感伤痛的原因 还有很多粉丝在《华仔天地》中留言 希望刘德华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要过度悲伤 毕竟 如今已经62岁的刘德华 也是为人父的人了 在对于女儿的教养知识上 刘德华也很尽心 这些年来他低调了很多 不怎么在公众前露面 大部分时间都在陪伴家里人 其实 早在2003年的时候 刘德华的父亲就被爆出神患膀胱癌 虽然后来刘德华回应称 刘里已经在医生的诊治下恢复了健康 但生老病死总是逃不开的 在后面几年的刘德华粉丝见面会上 大家就不能像从前一样 频繁地看到刘里了 想来那几年老爷子的身体 应该就每况愈下了 根据港媒的报道 华仔父亲走得十分安详 并且是在家人的陪伴中 没有什么遗憾地走了 如果说真的有遗憾 那就是自己的大女儿 刘德华曾多次帮助大姐 但是她却沉迷于赌博 后来华仔也就再也不帮助她 幼年是跟刘德华关系最好的大姐 这个在年少时期 唯一支持她追梦的亲人 不惜拿出自己的积蓄 给弟弟上训练班 在刘德华火了之后 自然不敢忘记 她给大姐一家人 换了上千万的豪宅 还出钱给姐姐家的孩子上学 后来出国留学的费用也全包了 不仅如此 为了让大姐一家人 有更好生活 她还出钱给姐夫开公司 家里出了个 刘德华这样的天王巨星 生活获得极大改善 肯定是人之常情 大姐一家人刚开始对刘德华都非常感激 她给的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 房子 车子以及事业都有了 就连小孩的教育资金也不用担心 这个弟弟几乎全包了 退一万步说 即使大姐一家人今后都不再工作 光是房子的租金和公司的红利 都能安享晚年 人算不如天算 幼年时跟刘德华关系最好的大姐 此后却成为了形同陌路的仇人 因为弟弟的名气和收入太过惊人 给家人的钱 也是普通人几辈子赚不回来的 在这种纸醉精迷的环境下 大姐的心思也有了转变 她身边出现越来越多追捧 讨好自己的朋友 拉着她一起逛街 消费 最后甚至发展到经常出入赌场 刚开始大姐还可以控制自己 但在所谓朋友的一生生 你弟弟那么赚钱 你怕什么的吹捧声中 逐渐迷失自我 最后迷恋上了赌博 都说十赌九输 更何况身边的朋友 都是看上她钱财的赌友 一起和起伙来做局再简单不过 刘德华大姐由于是家中长女 年纪轻轻就出来赚钱养家 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读书学文化 对于赌博当中的门道 自然完全不了解 她知道输了钱就想要翻本 钱输光了就问弟弟要 反正弟弟年收入上亿 这点小钱对她来说不算什么 刚开始刘德华还是愿意给钱 到后来大姐的欠债越来越多 她终于意识到这个姐姐已经变成赌柜 再给下去完全是无底洞 于是刘德华给大姐还清最后一次赌债后 宣布断绝关系 今后大姐无论赌博欠了多少钱 都跟自己无关 由于收不住手 大姐已经把刘德华送自己的豪宅卖掉 如今只能住在贫民窟连租房里 有些本地网友在街上会遇到大姐 她穿着邋遢朴素 根本不像天王巨星的亲姐姐 有时候还会翻捡垃圾和日用品 看来生活过得非常拮据 很多人问 为什么刘德华不伸手帮一下 要知道赌柜是很难借助赌影的 一旦给了钱 很可能不会用于改善生活 反而直接送去赌场 两个曾经最亲的姐弟 如今落到这种下场 实在令人唏嘘 刘德华是圈里出了名的好人 帮助提携了不少后辈 在张卫健没钱时直接给钱 黄渤低谷是资助他拍戏 亚洲新星岛计划 更是发觉帮助了许多有潜力的导演 其中就包括宁浩 文木也等人 如果不是亲姐姐迷上赌博将事情做绝 刘德华肯定不会被逼上断绝关系这条路 刘德华自从17岁出道以来 已经在圈内活了40多年 他的粉丝遍布全球 年龄段上更是老少通吃 根据抖音的数据显示 刘德华第一次进驻时 前10小时粉丝量就突破了600万 发的第一条动态有上千万点赞 很多网友说华刘德华 就是刘德华 他出道多年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从未中断 堪称劳模中的劳模 其实他早在90年代就已经红遍亚洲 当时大部分普通人工资每月才几百元 他已经拿到了上千万港币 到了90年代后期 更是突破了上亿收入 连续多年都在香港一人收入前十的榜单上 有钱后的刘德华 自然会帮助家人改善生活 其中对他最好的大姐 也获得了不少好处 豪宅 公司 以及儿女的教育资金都有了 不过好景不长 大姐开始迷恋上赌博 最疯狂的时候卖掉豪宅 一次次问刘德华要钱 随着钱数越来越多 刘德华意识到这个姐姐是个无底洞 即使给了钱 也会转手送进赌场 无奈之下 他只好公开宣布 跟姐姐断绝关系 今后的赌债都不会再帮他还 没了弟弟的帮助 他只能搬进最底层的贫民库居住 甚至还需要出来解释别人不要的废弃用品 一个是天王弟弟 一个是毒鬼姐姐 关系很好的亲姐弟 从此成为陌路人 让看客们无比唏嘘 不知不觉中 刘德华也已经62岁了 虽然年龄在变 但是依然是人们印象中的那个帅小伙 而这个帅小伙的背后的家人 也永远值得我们去尊敬 去缅怀 因为没有他们 或许就没有华仔 而没有粉丝们 也没有如今的华仔 再次祝愿刘丽一路走好 带着刘德华的思念 带着粉丝们的祝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